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集阿N将会与大家分享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听过上几集关于林超群的演艺人生,大家都知道 林超群有个女儿叫林小群 林小群亦是一个相当出名的花旦 今日详细介绍她的女儿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林小群是一个著名粤剧演员,属于一级演员 她生于1932年,是广东南海的平州人 她是著名蓝花旦林超群的长女 即是大女 她自小就喜爱粤剧 十二岁是头班学艺 十三岁是拜林南花旦 超丽章做师傅 她很佩服名单上海妹的演技 而且将上海妹奉为她的学习对象 1945年,她就跟随郎坤玉学艺 郎坤玉毫无保留地传授她的技艺给林小群 而林小群本身亦知质充民,勤学苦练 在1950年,就在中营班太平春剧团中 开始担任静印花旦 而1951年,就在广州市的太阳星剧团中 担任静印花旦 接下来,就稍微详细地讲述林小群的经历 林小群是一级演员 生于1932年2月8日 就是广东南海平州人 1958年,就进入广东粤剧园 本身担任静印花旦 1960年,就去到北京参加戏曲学习研究班 从而摘取了名师和国家的所长 创出了自己的风格 他们的表演,唱造区阉,大方自然,细致准确 而他的音质亦都千世由美,唱肯远转 咬字清晰,随着剧情和人物的需要 以声带情的演绎,是相当好做得的。 她的唱刊自然,流畅,优美,动听,丰富多姿多彩, 多年来都受到观众与粤剧界人士的热烈赞赏。 林小群近年已移居到美国, 在美国生活中,也有教授粤剧及组织演出, 这教授粤剧及组织演出已成为主要工作。 在2002年元旦粤剧新年晚会上, 林小群获得广东省所授予的粤剧突出成就奖。 她的代表作品有《代玉归天》、《柳毅传书》、《拜月记》、《玉璋记》、《东湖春晓》等等。 林小群在《行内人》有个亲切的称呼, 人们多数都叫她做大珠姐。 在1958年,在马思曾和《红线女》主演的电影《关汉卿》中, 在这边,她扮演蔡廉秀一角。 她专攻《龟门蛋》、《小蛋》和《青衣》等堂当。 舞台作风雅静深沉,表演自然细致。 《唱康》软软甜润,在扮演的众多角色之中, 尤其是以《某丹亭》之中的《杜丽良》、 《柳毅传书》之中的《洞亭龙女》这些角色, 《柳毅传书》深受港大观众称赞, 《爱戴外戴》,其中唱段在《粤剧爱好者》之中, 全唱不须。 她出生于1932年2月8日, 原籍在港东南海平州乡, 是已故著名《蓝花蛋》、《林超群》的大女儿, 就是林锦平的姐姐。 她小时候非常喜爱粤剧, 十三岁就拜《蓝花蛋》、《赵张丽维斯》, 学开丧、吊丧, 并学了几个开蒙戏, 十四岁就进入日月星剧团做梅香, 当时她很喜欢《花蛋》、《车兽英》和《上海妹》这一派气怒, 从小学习。 林小群对上海妹更佩服, 她将上海妹奉为她自己的偶像。 1945年, 跟随着浪均玉学艺, 浪均玉毫不保留将她所认所学, 全部傾浪相守。 此时林小群亦天资充敏,勤学苦练, 而且记性特别好,过目不忘, 所以在艺术上得到长足的进展, 两三年之间,由第四花弹升到第二花弹, 已经打下了巩固的唱功基础, 对于小群练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在他父亲的心栽培下, 小群的演技突飞猛进也一点都不出奇, 在1960年初, 他应聘到上海的丽都花园剧团, 担任静印花弹,同年由上海回到广州, 其后加入了太阳星剧团, 相继与著名的小生白昭雄, 罗家宝和呂玉郎合作, 与罗家宝合作的期间, 他们排演了神话剧《柳艺传书》, 而且创下了当年的票房记录, 场场爆满, 两人更被誉为金铜玉女的好拍档, 在1958年, 林小群进入了广东粤剧园的三团, 即生蛋团, 担任静印花弹, 1960年赴京参加戏曲学习研究班, 从而学习到名师和国家所唱, 接着他吸收了这些东西, 创出了自己的风格。 好,今日和大家分享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回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小群的演艺人生, 拜拜!